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他的這個脊椎的那個洞 事實上他有一個拳尺 直直的插到他的脊髓的這個神經裡面去 他是一個穿刺傷 是一個很深的一個牙痕 然後直接穿進去到這裡 所以他本身脊椎看起來是沒有斷的 可是他卻被破壞了 就是他有一根牙齒直接刺到他的脊柱裡面 所以造成他一個神經炎 他後腳就沒有力氣 這個有可能是狗狗要的 有可能啊 你能夠咬那麼深 你看到這個穿刺傷 他是直接 可能就是從中間這樣叼 然後 咬進去 而且他拉扯 所以你說一開始有拉扯 可能是因為他媽媽在跟狗狗 對 可能是這樣子 就是在救那隻小狗 來救那隻猴子 然後咬了之後 然後拉扯 硬拉出來 硬拉出來的 有不了 在怕 不跟實在 一新的路頭 也要走 那些地方 在那些地方 大流血 非常多 少女們 很久 因為我們指導賣中山經營也差不多一年了嘛 那就是想要藉由這個再去讓更多人看到 我們在這一年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大家跟猴子相處怎麼樣這樣子 因為其實以現階段來說 大家想到他就是破喉 兇狠搶食物入侵數量很多 那為什麼都沒有一個人願意問他們出來做一點什麼 或是說一點什麼話 說他們其實不是這樣的 假如我沒有成立知知黨 我依舊落寞無聞的時候 誰會聽過喉話 然後因為這一年當中我們也是持續在辦彌喉團 他希望說大家可以藉由這些照片去思索 我們跟猴子相處的關係 因為其實我們可以換個方式跟他們相處 不是說很害怕這樣 然後呢 最基本的就是食物不要外露 請你不要把塑膠 因為他們聽到塑膠袋跟食物拿出來 因為對他們來說他們聽到那個塑膠袋那種聲音 就覺得那個是食物 其實在台灣齁 台灣蜜猴是我們台灣特有種 是只有台灣有其他地方沒有的 他是經過30萬的長久演化 才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他的尾巴剛好差不多等於伸長 他跟其他地方的猴子是完全長得不一樣的 所以他還會是台灣特有種 可是 沒有人去在意這些 他是台灣最被人討厭的野生種 他是被號稱最常被人類看見的野生種 可是 他也是最不被台灣人所接受的野生種 大部分的人都對他沒有什麼好的觀感 小美女 幫你拍一張 所以拉鍊妹妹嗎 嗨 他要換人了 拿好拿好 你就拿起來就好 他開拉鍊技巧沒有拉鍊妹那麼厲害 那你可以給他鬥鬥啊 他有個會拿 小頑皮不行喔 你就站起來 你就站起來 你不敢被他抓你就站起來 其實你會用外套把包包蓋住他就沒轍啦 好啊你再坐下就好 小頑皮 你就坐著啊不用怕他 快快快快趕快幫他拍 有沒有人這樣他就不會弄你包包啊 你看他手上抱著一隻什麼 貓咪 貓咪 他手上抱著一隻貓咪 不過是D先生呢 他是一個很特別的個體 他是一個男生 可是 他想要照顧小英猴 可是他自己生不出來啊 而且媽媽也不可能給他 給他顧啊 獅猴是不可能把他自己的小朋友給別人顧 所以呢 他抱貓咪 然後貓呢 貓我家裡養了七隻 其中有五隻 就是來自於這位先生 他抓的貓咪 貓師弟 你想當個好爸爸 可是呢 你的貓咪快要掛掉了 你知道嗎 你看 如果你想要貓咪好 你讓我把他帶走 不然呢 他明天就會死掉了 說不定今天晚上就 哭不了了 然後呢 你又要背一條殺貓的罪 你知道我們為了你做了多少事情 生氣 這個給你 貓咪給我 你看他就會生氣喔 漏牙就是生氣 對啊 所以為什麼我會常常說我是指導發言的 不是 除了幫我爸發言去宣揚他的理想之外 就是幫猴子說話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為自己說話 沒有辦法去做任何一絲改變 我們所有的政策 他們的生死存亡 都是在人的嘴巴上 都是在他們身上 有時候會覺得很累很無力 沒有錯 但是你會看到 有些人 他們願意為了猴子 開始幫他們說話的時候 你就知道 你做的事情還是永遠的 並不是只有一個人在狀況存在 那現在 像我們團員一定有一些市區 或是住在附近的人 那他們也可以開始除了幫我 或是說話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你不是自信一個人 所以這次滋養成以前的成績 我感覺差很多 你會有那個力量 可以繼續走下去 你會洗腳踏 你會不會再閃避 你會不會再把手